即还魂 纸房子 韩国篇 美南堂 非常律师语音 婚上流之后 万众期待的韩剧登场 持胜独挑大 一人誓言两脚 这次不像拥有七重人格 是一部数双胞胎兄弟为了洗刷胜负不存在罪名的推 悬疑故事 爆米花小姐特别整理 以一起康川剑屠杀事件揭开序幕 时间推移至一个月 如今成 发现杀害他父亲的凶器是一只名为阿达玛斯 钻石剑 为了得到他 他以自传代笔作者的身份 入海松集团全载归会长的宅邸 而成为泽和氏 揭开年前真相的金瑞希见面 并对父亲的死存 即使大道里昌又已经落网 但至今证悟依然下不明 被称之为消失的凶器 万有监视器 内建生 辨识系统 保安级别最高 和与信下定决心要掏 世界上最昂贵的钻石剑 取得新证据后再进行 审 究竟背后真相是什么呢 谁才是真正的罪魁手呢 心理学博士毕业 擅长观察他人的内心 是 在任何情况都不会失去冷静的理性者 母亲是 钱留下 从匿名信中得知消失的凶器 不会借他 支手来成就自己 自从父母逝世后 唯一让他担的就是弟弟与信 其实双胞胎有一个私生子出秘密 母亲怀有身孕后嫁给宋顺号 没想到十五 那年父亲却突然逝世 就像在温室中生长的花 要脱离这座豪宅监狱 只有两种情况 不是死 就 海松垮台 当时的天真少女变成恶毒女人 某天 丈夫贤祖那得知令人震撼秘密 或许这将是他 开海松的唯一办法 徐志会前作第六感知稳收 超高人气 这不就让我们看他黑化石坏吧 无论到哪里都不会受人摆布 比起写的新闻收到的速和威胁更多 在他的记者生涯中 最看不顺眼就是总统候选人黄炳哲 告诉他杀死父亲的真逍遥法外 妞妞们是不是觉得李秀静很熟悉 他就是的短发率 负责监视全会长的卧底警察 兴趣是在宅邸后面的孙林狩猎 在努力工作的第二年 请他当关掉生物辩食的帮手 奉命而生和奉命而死的崔总管的选择为何呢 因为怪物和由于游戏而广为人知的许成泰 在全知干预视角展现反转魅力 现在怎么看角色都很违和 冷冽的无声微笑是他的特色 特种部队军人出身的他 用异己能力快速晋升 在他游人有余过活的时候 一个普通的宋秀选要来调查年的案件 深知他越往下调查 死刑犯李昌佑就越危险 出演过火星生活和玉秀红香边的吴黛焕 近期白老师的背包食堂被称为人间切菜 向世流 申炫成饰演和宇信助理李东林 黄厅民饰演室 全管家 鄂之花徐贤宇饰饰演海松集团长南全贤 如实陈述李诗源饰演会长秘书尹真 金钟九世 总统候选人黄炳哲 红天机照成下饰演死刑犯 昌佑 另外还有近期刚完结的依法刑饰演员 分为李景荣饰演全会长 宇贤朱饰演吴女士 崔德饰演特搜部本部长江戈毕等 除了配角群之外 有大事配角客串 柔美的细胞小将和非常律师 英颖诱善饰演双胞胎的妈妈和英信 另外和盛宇导演合作过的安普贤和高规碧也一起向 高规碧饰演中央检察厅特搜部搜查官孔大哲 米花小姐双手送上人物关系图 让妞妞们在点时可以比较了解登场角色 在事件中心的还有 团习府因会秀和记者金瑞希 每个人物看似都 无关系却又环环相扣 猎钻鸡胸又称月日其美 三四独家上线 文章之影片及图片版权揭署放资源 上传者并非妞新闻或编辑 若影片遭遗敬请见谅